Babby Tiger 快来订阅我们吧 加油 加油 假龙 请注意 我要发球了 来吧 加油 加油 旋风 霹雳球 假龙 对不起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一点都不疼 要知道我的外号 可叫坦克恐龙的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反正大家 就是这么叫我的 还是问问派妃吧 我是大嘴鸟派妃 我什么都知道 今天的问题是 假龙 为什么被称为 坦克恐龙 瞧 这个大家伙 就是假龙 它是一种 植食性恐龙 靠吃植物为生 在假龙生活的年代里 它有很多天敌 比方说 威猛的霸王龙 成群结队的迅猛龙 还有性情暴躁的 马扑龙等 这些食肉恐龙 非常凶猛 但是 假龙可一点都不怕哦 因为它有两种 超级炫酷的秘密武器 什么武器 第一个武器就是 假龙的铠甲 它有好多个甲片组成 覆盖在假龙的头部 颈部和背部 这个铠甲十分坚硬 就像坦克的外壳一样 一般的食肉恐龙 根本就咬不破它 而第二个秘密武器嘛 就是假龙的尾锤了 它是由两块骨头组成的 质地非常坚硬 如果被它砸到 那滋味可不好受 和坦克一样 既有防御力 又有攻击力 所以假龙 就被人们称为 坦克恐龙了 咕咕咕咕 哇 假龙你太棒了 没什么 我们继续玩球吧 贝老虎 看球 现在是大百科提问时间 请问 下面哪个部位 不是假龙的武器 A 尾锤 B 铠甲 C 肚皮 我选C 答对了 就是C 小朋友 你答对了吗 不问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 贝勒胡大百科 哥哥 一万年轻的美猪 实在太好玩了 什么声音 你们好 我是剑齿虎 剑齿虎 你好 你也是老虎吗 你的牙齿 为什么这么长 这个猫 我也想知道 那 一起来问问派妃吧 我是大嘴鸟 派妃 我什么都知道 今天的问题是 剑齿虎的牙齿 为什么 那么长 剑齿虎和老虎一样 都是猫科动物 由于剑齿虎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比较早 所以剑齿虎可以说是老虎的大哥 不过和现在的老虎不同 剑齿虎的前肢更加粗壮 可以轻松摁住猎物 而且它有长长的牙齿 可以轻松刺入动物的皮肤 让它们无法逃走 那我们再来仔细看看它的牙齿吧 你们觉得像什么 像把刀 像宝剑 我怎么觉得像只香蕉呢 哈哈 你们说的都对 剑齿虎的牙齿弯弯的 最长能长到17厘米 而且特别锋利 是剑齿虎最厉害的武器 打斗起来 连野牛 长毛象 和短面熊 都不是它的对手呢 可惜大约一万年前 因为生存环境的急剧变化 剑齿虎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不过 我们可以到自然博物馆 看一下它们的模型哦 咕咕咕咕 哦 原来我的牙齿这么厉害啊 你们看 我也变成剑齿虎了 现在是大百科提问时间 请问 剑齿虎的牙齿有什么用 A 捕猎 B 耍帅 C 脑痒痒 我选A 答对了 就是A 小朋友 你答对了吗 不问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 背了虎到百科 嗨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吗 在毛里求斯岛哦 展开 快闪开 快 你这个冒尸鬼 是谁呀 呃 不好意思 我是嘟嘟鸟 出不去了 这下可怎么办呀 啊 你可以带我们飞出去吗 呃 我虽然是鸟 但我不会飞 还有不会飞的鸟 这是为什么呀 这 啊 还是来问问派飞吧 咕咕咕咕咕咕 我是大嘴鸟派飞 我什么都知道 今天的问题是 嘟嘟鸟为什么不会飞 嘟嘟鸟生活在毛里求斯岛上 因为他经常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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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的叫 所以我们叫他嘟嘟鸟 来让我们仔细看一看他的样子吧 哇 他胖乎乎的 好可爱啊 听说嘟嘟鸟最重能长到27.8公斤 真是个大块头 再来看看他的翅膀 诶 在哪里呢 哦 在这儿呢 相对他的体型 这个翅膀真是又短又小呢 胖胖的身体 搭配短小的翅膀 这就是嘟嘟鸟飞不起来的原因了 你知道吗 这么可爱的嘟嘟鸟 在三百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好可惜啊 咕咕咕咕咕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哥哥 快过来 我发现了一条隧道 太好了嘟嘟鸟 我们一起出去吧 耶 现在是大百科提问时间 请问 嘟嘟鸟为什么不会飞 A 翅膀太小了 B 因为它太笨了 C 因为它太懒了 我选A 答对了 就是A 小朋友 你答对了吗 不问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 背了虎 到百科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 照顾熊猫宝宝 哇 哇 它好可爱呀 哎呀 唐浪面表了 好像不臭 真的不臭 还香香的 太奇怪了吧 海飞 你可以为我们解答吗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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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嘴鸟派飞 我什么都知道 今天的问题是 熊猫的便便 为什么是香香的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 熊猫最爱吃的食物是什么吗 没错 是竹子 但是 竹子的成分 大部分是纤维 很难被消化 而且 营养成分 非常非常少 为了保证营养需求 一只成年的大熊猫 每天要吃掉 几十斤竹子 拉四十多次便便 瞧 很多竹子没有被消化 就跟着便便 一起被拉出来了 所以大熊猫的便便 不紧不臭 还有一股竹子的清香呢 咯咯咯咯咯 原来吃竹子 可以让便便便的香香的 我也要吃 我的牙 现在是大摆车提问时间 请问 熊猫主要吃什么 A 蛋糕 B 竹子 C 饼干 我选B 答对了 就是B 小朋友 你答对了吗 不问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 背了胡到百科 哥哥 这里好冷啊 对啊 幸好我们穿了羽绒服 你是谁 你们好 我是猛马象 一种长着长矛的大象 大象怎么会长长矛呢 是啊 好奇怪啊 不如去问问派妃吧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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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嘴鸟派妃 我什么都知道 今天的问题是 为什么这头大象有长矛 哈哈 你们见到的不是一般的大象 它是已经消失的巨兽 猛马象 大约在一万多年前 地球上生活着许多这种长着长矛的猛马象 它们和现在的大象一样 都是群居动物 靠吃草类和灌木为生 不同的是 猛马象的象牙更长 并且向上弯曲 就像一对弯钩 好酷 另外 因为当时的地球非常寒冷 所以猛马象身上都长了很长很长的毛发 这样长的毛发 可以帮助它们抵御寒冷 让身体暖暖的 就像穿了羽绒服一样呢 咯咯咯咯 原来你真的是大象啊 嘿嘿 没错 很高兴认识你们 走 让我带你们去探索 呦呼 出发 现在是大百科提问时间 请问猛马象为什么会长长毛 A 为了耍帅 B 为了吓退敌人 C 为了保暖 我选B 哦哦 猜错了 答案是C 小朋友 你答对了吗 不问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 B 为了虎 大百科 哥哥 这就是称霸白恶级的霸王龙吗 没错 他可是传说中的恐龙之王呢 作为一个王 他的手也太短了吧 你们是在嘲笑我吗 是霸王龙 快跑 好险啊 哥哥 霸王龙的手那么短 为什么被称为恐龙之王呢 是时候呼叫派飞了 派飞 我是大嘴鸟派飞 我什么都知道 今天的问题是霸王龙为什么被称作恐龙之王 瞧 这就是霸王龙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凶猛 别怕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 霸王龙的体型非常巨大 成年的霸王龙 身长超过12米 比校车还长 体重超过7吨 比大象还重 别看他这么重 霸王龙的速度还非常快 因为他有强壮的下肢 你们看 多么有力量 哇 还有还有霸王龙的牙齿 请看 在他的嘴巴里 大约有60颗锋利的牙齿 这能让他轻松咬碎任何东西 体型大 跑得快 牙齿还锋利 就算长着两个滑稽的小短手 也不愧是恐龙之王呢 咕咕咕咕 哇 原来霸王龙这么厉害呀 那当然 恐龙之王可不是白叫他 现在是大百科提问时间 请问霸王龙为什么被称作恐龙之王 A 因为手短 B 因为嗓门大 C 战斗力强 我选C 答对了 就是C 小朋友 你答对了吗 不问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 背了虎到百科 哥哥 快点 我想吃野果 哇 打中了 是谁用果子砸我 对不起 是我们不小心 哥哥 他的头被我们砸出一个大包 这可不怪你们 我的头本来就是肿的 因为我是肿头咯 肿头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嘛 要从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说起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 停 我们还是问问派飞吧 哥哥哥哥哥 我是大嘴鸟派飞 我什么都知道 今天的问题是 肿头龙头上 为什么长了个大包 肿头龙生活在白恶纪 大约和霸王龙是同一个时代 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在头顶靠后的位置 长着一个鼓鼓的大包 让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这个大包是什么吧 猫 哈哈 它其实是一块硬邦邦的骨头 因为它长得又大又圆 所以从表面看来 肿头龙的头像肿了个大包一样 别想看这块头骨 它可是肿头龙用来保护自己的秘密武器呢 哈哈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它头上长了个大包了吧 咕咕咕咕咕咕咕 肿头龙 你头上的大包真酷啊 谢谢夸奖 我请你们吃果子吧 下果子 现在是大百科提问时间 请问 肿头龙头上的大包有什么用呢 A 让它看起来高一点 B 用来保护自己 C 增大脑容量 我选B 答对了 就是B 小朋友 你答对了吗 不问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 背了胡搭摆壳 下雨了吗 是特暴楼 该吃午餐了 开心湖 快跑 你们好呀 特暴龙又来了 不不不 我不是特暴龙 我是镰刀龙 镰刀龙 你也快躲起来吧 特暴龙马上就要来了 我可不怕它 瞧我的大爪子 好奇特的爪子 它有什么用呢 一起问问派妃吧 我是大嘴鸟派妃 我什么都知道 今天的问题是 镰刀龙的大爪子有什么用 首先 我们来看看镰刀龙的爪子嘛 哇 好长呀 没错 镰刀龙的爪子最长能长到75厘米 是所有恐龙中最大最长的 它主要有两个用途 第一 可以帮助镰刀龙轻松构到高处的植物 第二嘛 就是防御武器了 如果遇到危险 镰刀龙只需要亮出锋利的大爪子 威武器下 就可以赶跑敌人 是不是很厉害呢 咕咕咕咕咕 哼 来吧 特暴龙 我又没有大爪了 胜利啦 现在是大百科提问时间 请问下面哪个恐龙的爪子最长 A 霸王龙 B 迅猛龙 C 镰刀龙 我选C 答对了 就是C 小朋友 你答对了吗 不问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 背了虎 到百科 哥哥 宝藏到底在哪呀 让我仔细看看 地图 嗨 是你们丢的地图吗 没错 谢谢你 你是谁呀 我是翼龙 哥哥 翼龙也是恐龙吗 我不知道 不过 派飞一定知道 哥哥哥哥哥 我是大嘴鸟派飞 我什么都知道 今天的问题是 翼龙是恐龙吗 答案是 No 翼龙不是恐龙 它和恐龙生活在同一个时期 是一种会飞的爬行动物 翼龙的家族十分庞大 有两百多个种类 其中最小的森林翼龙 翼龙只有25厘米 和麻雀差不多大 最喜欢吃小虫子 而最大的风神翼龙 翼龙足足有十多米长 和现代战斗机差不多大 它要是肚子饿了 可是会捕食地上的小恐龙哦 如果说恐龙是陆地的霸王 那翼龙就是天空的霸主 是不是很厉害呢 咕咕咕咕 原来你不是恐龙 不过你也好厉害呀 小意思 走吧 让我带你们找宝藏 出发了 现在是大百科提问时间 就问 以下哪个是风神翼龙的食物 A 小恐龙 B 薯条 C 汉堡 我选A 答对了 就是A 小朋友 你答对了吗 不问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 贝勒胡搭百科 开心虎快过来 这里的珊瑚好漂亮 来了 怎么游不动 是蓝精 开心虎 哥哥 这是什么地方 好黑呀 我猜 我们是在蓝精的嘴巴里 嘴巴里 那我怎么没看见他的牙呢 对呀 我也没看到 奇怪 喂 蓝精没有牙 要怎么吃东西呢 呃 还是我们派飞吧 嘎嘎嘎嘎嘎嘎 我是大嘴鸟派飞 我什么都知道 今天的问题是 蓝精没有牙 是怎么吃东西的 蓝精是地球上已知的 体积最大的动物 它最长可以长到三十多米 最重可以达到一百八十多吨 紧紧它的嘴巴就可以让五十个人在里面跳舞 它的个头这么大 食量自然也不小 平均一天就要吃掉好几顿重的食物 可是 没有牙齿的它到底是怎么吃东西的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看 这就是蓝精的食物 灵虾 它的个头非常非常小 一般只有两到三厘米 所以蓝精吃饭的时候 根本就不需要咀嚼 只要张大嘴巴 凹一口 就能吞掉三千多万只灵虾 这就是蓝精的吃饭方式 是不是很奇特呢 咕咕咕嘎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哥哥 我们现在该怎么出去呢 让我想想 我们出来了 现在是大百科提问时间 请问蓝精的主要食物是什么 A 鲨鱼 B 海马 C 鳞虾 我选C 答对了 就是C 小朋友 你答对了吗 不问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 贝勒胡大百科 哥哥 这里怎么这么安静 对啊 一条鱼也没有 好奇怪 是鲨鱼 救命 嗨 别怕 我是鲨鱼 来找你们玩的 吓 吓我一跳 鲨鱼 你刚刚钓了一颗牙 没关系 我总是钓牙 总是钓牙 这是为什么呢 我也想知道 一起问问派菲吧 我是大嘴鸟派菲 我什么都知道 今天的问题是 鲨鱼为什么总是钓牙 鲨鱼是海洋中最凶猛的动物 它不仅个头大 还长有十分锋利的牙齿 不过和人类不同 鲨鱼的牙根很懂 所以非常容易脱落 但不用担心 鲨鱼的嘴巴里 有好几盘牙齿 最外面的牙齿一掉下去 后面的牙齿 就可以马上补上来 最后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鲨鱼每十天 就要换一次牙 医生要换好几万颗牙呢 咕咕咕咕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我总掉牙呢 要是我的牙齿和鲨鱼 一样就好了 为什么 这样就不怕蛀牙了 现在是大百科提问时间 请问鲨鱼为什么总是掉牙 A 因为鲨鱼的牙根很短 B 因为鲨鱼爱吃糖 C 因为鲨鱼年纪大了 我选B 不对哦 答案是A 因为鲨鱼的牙根很短 小朋友 你答对了吗 不问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 贝勒胡搭百科